两个人因为缘分相识,因为相处之后慢慢有了感情,而结了生命中的另一半,两个人组成了美满的家庭,开启了婚姻生活的模式。 秦峰和陈丽是因为在同一个公司上班,认识后来结婚的,两个人都来自农村,婚礼选择了,春节的时候回老家给办了,年后再回来上班也不耽误挣钱。 老家的父母都是普通的农民,辛苦大半辈子终于给儿子盖起了三层小楼房,也算是没让邻里相间的笑话。 结婚了父母也没有过多的钱去下聘礼,陈丽的父母也算开明,并没有问男方要什么彩礼钱。 为此秦峰的心理对岳父岳母都十分感恩,心里暗自发誓,一定会对陈丽好的。 结婚过后两个人又回到了大城市去上班了,两个人住在一套一室一天的小公寓楼里面,还算过得温馨,每月的工资也尽量多传点,想在这个城市能买个大房子。 没多久陈丽怀孕了,到了七八个月份的时候身体有些吃不消,再加上在大城市生个孩子的费用也挺好的。 两个人决定回家待惨,秦峰把陈丽送回老家,有爸妈照顾,两个人每天一有时间就电话视频联系,眼看孩子就要出生,别提夫妻两个人多高兴了。 临惨的时候秦峰赶了回来,亲眼看到自己女儿的出生,当时真是热泪盈眶,在家照顾陈丽一个多星期后就回去了,因为公司给的假期到了,没有办法,为了生活,坐月子结束以后陈丽要搬去娘家住。 临惟和婆婆认识的时间太短,好多观点和生活习惯都不一样,为了避免吵架,她决定带着孩子去娘家过。 秦峰刚开始不同意,后来考虑一下就答应了,陈丽一个人在家带孩子,妈妈因为也有工作要做,只能帮她做好饭,给她洗洗衣服。 有时候她一个人带孩子带急了,也会打电话向秦峰发火,没办法,秦峰只能在那头听着,发发牢骚,也许她的心情能好点。 陈丽感觉最困难的时候就是孩子生病的时候,自己简直就快被搞疯了,也指望不上秦峰的帮忙,分担一下。 有时候她一个人静下心来想想,都觉得这样的生活会让她发疯,她觉得这样长期分居两地的生活肯定会让两个人之间出现问题。 后来她打电话给秦峰说了这些想法,秦峰说那你带着孩子来这吧,日子可能会苦点,但是我们一家人能在一起啊。 陈丽带着孩子来到了秦峰身边,一家三口,现在的日子简单快乐。 现在农村有很多都是丈夫外出打工,妻子一个人在家照顾老人和小孩的,他们有的感情依旧很好,有的则造成了婚外情,最后离婚。 夫妻之间两地分居的确会带来很多问题,但是只要两个人真诚相待,恪守不渝,我想就不会分开。 婚姻生活中最忌讳的就是背叛出轨,都要懂得拒绝诱惑。 在家带孩子的女人们不容易,既当爹又当妈,什么事情都得出面解决。 在外工作的男人们也不容易,外面的世界很精彩,也很无奈,没有家人的陪伴,每天大多都是两点一线的生活,拼命的工作就是为了多挣两个钱给家里的孩子老婆寄取。 彼此之间多一份了解,多一份理解,多一份关爱,那样夫妻间的感情才能稳固,家庭才能幸福。